《喪有四制,變而從而,取之四時也。有恩有利,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喪服》有四種東西要留意,變而從而,取之四時也有變化,人不應該用古板。 《有恩有利,有節有權》這四樣東西。 何謂有恩呢? 你穿那件衣服,披麻戴孝,是指披麻戴孝,孫就不用披麻戴孝,孫就不用披麻戴孝。 就是有恩,父母養育之恩,所以穿那件喪服的等級也不同。 所以這就是有恩。 《有利》,就算是沒有血緣關係,例如是養父養母,也是要披麻戴孝,因為有利。 因為有那個理由,就不一定是血緣關係,而是對你有那個恩慰。 《有節》,有節制,就不要服喪期不超過三年,三年之後就不要太過哀傷。 即是有一個節制,還有的,其實頭三天就不准吃東西,只是喝水而已。 那麼呢,頭三個月不可以洗頭。三個月不洗頭。 三個月不洗頭我也不行。 那時候是北方,那時候是山洞,應該比較好。 《有權》,即是有權宜之計,譬如我們說頭三天不准吃東西,但如果是老人家就沒問題。 或者有病的人就可以吃東西。 即是取之人情,即是有人情可以談的,可以權宜的。 那麼他就說,恩者仁也。 恩德就是仁的表現。 理者義也。 這個就是義的表現,即是有義母。 折者禮也。 禮也就是一種約束。 權者智也。 仁義禮智,仁道俱矣。 所以,有人義禮智,就是仁道俱矣。 就是人道的精神。 要做到這幾樣東西,就是人道精神。 那這篇,我們終於講完禮記了。 這次我們講了禮記入面十二篇,其實也很少。 我盡量拿到,開頭和尾那篇都是這裡。 中間也是一些比較重要的篇章。 大家可以看到,禮記其實是一個很充滿人性的一個文章。 他那個理想,就是希望可以給一些指引, 給孔子當時那個社會, 怎樣去做到。 人義禮,至人道俱矣。 很可惜的。 這個當然是一個理想,是非常難做到。 但是現在那個社會,是利欲分心,窮覆極目。 這件事是趨向為利的方面,是很可悲的。 即使我們生活的社會,是很有錢的。 譬如我們賺到很多錢的。 但是你走出街的,是人義禮戰這些都沒有了。 那真是挺無忍的。 我們現在又看另一篇。 這個就是希西俄德,希臘的一個詩人。 他是怎樣說,人義禮戰沒有了之後的社會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看看。 來,謝謝。 一人一張。 這篇就是公元前七百年。 希臘的一個詩人寫的。 Works and Days。 他就很灰,形容得很灰。 他怎麼說呢? Father will have no common bond with son. Neither will guess with host, nor friend with friend. The brother love of past days will be gone. 父子之間,沒有了那個親情。 客人和賓主也沒有了那個感情。 朋友之間也越來越淡薄。 The brother love of the past days, 即是兄弟之情也慢慢失去了。 Men will dishonor parents who grow old too quickly, and will blame and criticize with cruel words. 孝道也會慢慢失去。 老了又不理他。 Blame and criticize with cruel words. 這句立即令我想起乙時堂。 Wretched and godless. They refusing to repay their bringing up, will cheat their aged parents of their due. 即是不信神。 還有就是連父母那些錢都騙了。 真的有的。 中國人社會應該好些。 不過外國有的。 趁你老的時候, 連這些棺材本都騙了。 真可怕。 Men will destroy the towns of other men. 打仗。 The just the good, the man who keeps his word will be despised, but men will praise the bad and insolent. 即是中中直直的人會被人看笑。 那就是中中直直的下一句。 But men will praise the bad and insolent. 即是不好那些人反而受到讚美。 這句我真的一定要說, 陳振聰, 真的。 是嗎? 他仍是厚顏無恥的, 可以走出來。 好像自己很厲害那樣。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羞恥。 這個醜字怎麼寫。 Men will praise the bad and insolent. 那些傳媒, 即是說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聽人說說, 他老婆和子女都讚他, 是嗎? 真的嗎? 那你不肯定, 中了啦。 Praise the bad and insolent. Insolent即是驕傲。 這樣也可以。 Might will be right, and shame will cease to be. 那就是, 大力那個就是對的。 Might will be right. Shame will cease to be, 羞恥之心也會沒有了。 Men will do injury to better men, by speaking crooked words and adding lying oaths. 對一些好人也會是, 即是說一些, 亂那麼說話啦, 亦都是說謊話啦。 And everywhere, Harsh voiced and sullen faced and loving harm. Envy will walk along with wretched men. 這樣是道技之心, 很重啦。 Harsh voiced, 即是那些聲音, 是充滿批評的。 Sullen faced, 即是黑口黑臉, 即是通街見到的人, 黑口黑臉, and loving harm, 專門搞破壞。 last to Olympus from the broad path to earth, hiding their loveliness in robes of white, to join the gods, abandoning mankind, will go the spirit's righteousness and shame, and only grievous troubles will be left for men, and no defense against our wrongs. 他就說呢, 有兩個神靈, 正義和羞恥, 所謂是大街的, 是兩個神靈來的, 兩個神靈來的, 最尾就是離開人類的社會, 就是回到奧林巴斯, 躲在hiding their loveliness robes, 穿著一些很漂亮的白色袍, 就是上去天堂了, 就不理人了, 就是正義和羞恥之心, 當社會沒有了正義和羞恥之心, 這個社會真是很慘, and only grievous troubles will be left for men, and no defense against our wrongs. 那... 那... 那又不用太悔了, 不不用太悔了, 他詩人特別誇張, 文人, 這篇是公元前七百年寫的, 很古老的, 這篇是很古老的, 所以如果我們那個社會是, 有了錢, 但是沒有了這些人道的東西, 一些humanity的東西, 那... 那... 就算你有錢, 那你出到街上, 就看到那些人黑口黑臉,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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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